第一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伴伽佛座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就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坚比后仗 或者素仗 第六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就是舍头 地上上碍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behalf 宝利 通质文 优优独播出品 第一个 道明天遇到马上 来 第二个 本音领时也许 与你终够在这 宝利 HU 露气法 就是出这个三次七 出三次七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心里面呢 就是观象 就是从无事以来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成心为主这个所造的 一切罪业的话呢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 就是往外排出 出这个三次七 这个座书呢 就是做那个金刚签 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呢 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 从左臂孔当中的 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象 从无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呢 就是以这个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呢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呢 就是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次七 双速度这个做金刚签 压在大腿的 从两臂孔当中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象啊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事以来 以这个质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些罪业呢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次七 开始念这个 还有这个延祈祖啊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语言呢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获得这种降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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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生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当局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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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杨明 春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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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 在这个上面虚空当中 就大概一次高的地方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 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 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 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 就是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啊 根本像是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 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 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 像上师那一样 就是一定要在我的相续道中 能生起来 然后呢 就是以无比的恭敬心呢 一直这样祈祷 不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 念二十一遍 你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 前面观想上师 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让我来自然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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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主持人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讲一下就是显宗当中的修法里面最后一个引导 今天讲一下暗诸逆变中观之一的修法 这个是全知部古王尊者大学们信息修习当中 显宗部分最后的一个引导文 它是共有九十二个引导文 如果一个引导文 一天修一遍的话 那么基本上是三个月完成的 如果它按照实修法最后的文字里面讲到 有略修一天修一个 中修三天修一个 广修七天修一个 是这样的 这种修行方法 因为这次我们时间比较充足 大家都可能有些修了 有些没有修 但希望以后把引导文 自己作为修行当中的一种功课 每年都是如果能修 至少也是一天一个引导文这样修了 逐渐逐渐你的心态 决定会有很大的变化 包括我们现在学院里面的立宗 好几千个人都是在开始修 三处引导文 效果非常好 我们在座的金刚相墓中的很多道友 还有城市里面学会的这些道友 有相当一部分人修了 修了以后还是对人身难得寿命无常 包括对整个发菩提心的一些道理 都有明白 因为这个发如果没有修 光是在字面上 光是在口头上 夸夸其他 的确也是用不上的 就像是一个医生 他嘴巴特别灰缩 理论讲得特别好 但是实际一点都不会去用药一样 没有用的 因此我们今天也是算是 最后的显宗当中的修法 修行的时候先皈依和发心 跟其他的引导文是一样的 修真心的时候身体不动摇 语言也不说话 心里面什么都是不分别 身口音安住的意思 那么这个时候外境的显现 你在外境当中 不管听到的声音 眼睛看到的也好 所有留在面前所显现的外境都不灭 熄灭一切执着外境的分别念 虽然你显现一切外面的显现 但你不跟随它 也不执着它 也不去分别它 内在的明空清澈之觉醒 灭尽一切执着习论 其实这个修行是很深的 也可以讲 薄弱最高的一种境界 中观里面的最高的一种境界 也可以讲大圆满本来清净的 也是最高的一种修法 当你外面所有的分别念都消失 没有任何的执着 但是你自信的光明和自信的觉醒 根本没有灭它的光明部分 中间无有身心所依 自然显现法见 那个时候你身体和心 所有的执着和外境都是不存在的 但是你这种光明不灭的显现 去年我们讲《大幻幻王光明藏论》的时候 也专门讲光明 光明跟空性完全是不相同的 如果万法的本性都是一个空性的话 那这个光明部分 如来藏都已经没办法了知了 为什么禅宗里面经常讲 明心见心 其实除了空性以外 还有一个心的本体 但是这种心的本体 并不是人们所讲的那样 它是一种石油的东西 或者明清的东西 因此我们特别需要 显宗和密宗结合起来 才认识真正的心的本性 否则就像现在有些人讲 密宗的光明都一点都不去探索 只讲一些显宗的空性的话 从空性方面讲还可以 你就可以抉择 但是你的心的本体光明方面 缺少了一种窍诀 如果你没有的话 那说明你的窍诀是不完整的 因为心的本体即是显又是空 但是这种显空远离了一切思索 其实这种语言来说 很难表达的 只有用修行的境界的人 他通过一种安住 通过一种祈祷上师 反观自己内心的时候 噢 原来其实是这样的 如果懂得了这样的话 那么世间上多少多少人 每天都是忙碌 他们不懂这样的道理 而外面一直烦恼和痛苦 如果懂得了这样的话 那所有众生的心 和诸佛菩萨的心没有什么差别 会明白这样的发心 语如虚空般的 明空觉醒 不可掩饰大智慧 最后你就像虚空一般 广阔无边的 虚空只是空和广大的比喻 并不是说明的比喻 明的比喻 《大圆满信息修行》里面也讲了 虚空是不能表示的 明空觉醒 不可掩饰的大智慧 你有语言来没办法的 真正的这些境界不可掩饰 这一点可能不懂佛法 或者没有修行过的人就没办法 可能他经常爱说 我的心是如何如何如何 但是语言没办法表达的 然后你的分别念也没办法表达的 除了语言和分别念以外 还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来感受 或者就像哑巴吃糖一样 明白他的道理 这样远离一切思议的执著当中 就是中观之正如心中 乃至安住之间一直柔定 一直能安住多长时间 不可思议的这种境界里面 也没有知足 也显现不灭 也不可思议 不可言说的 这样的一种境界当中 你有修证的话 有些是安住很长时间 有些刚刚安住完了 又产生一个分别念 这说明是没有好好修 其实这样的修行 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是很重要的 一直这样如定 后心一切显现都是 都在如梦如幻当中 然后做回向 这些事情 也不想问 我们来讲 又有点空气 或者是不过说明的 我们来讲 说的 我们来讲 少女孩 就是这样做回向 我们来讲 别人的心里面 你们来讲 别人的心里面 你来讲 别人的心里面 我也来讲 那个人 好 别人的心里面 你来讲 别人的心里面 你来讲 别人的心里面 你来讲 别人的心里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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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逐渐逐渐 你的心态决定会有很大的变化 包括我们现在学院里面的立宗好几千个人都是在开始修三处引导文效果非常好 我们在座的经文化的经文化 这个道友和城市里面 学会的这些道友 有相当一部分人修了 修了以后 还是对人生难得 寿命无常 包括对整个发菩提心的 一些道理都有明白 因为这个法如果没有修 光是在字面上 光是在口头上 夸夸其他 的确也是用不上的 就像是一个医生 他嘴巴特别灰缩 理论讲得特别好 但是实际一点都不会去用药一样 没有用的 因此我们今天也是算是 最后的显宗当中的修法 修行的时候先皈依和发心 跟其他的引导纹是一样的 修真心的时候身体不动药 语言也不说话 心里面什么都是不分别 身口意安住的意思 那么这个时候 外境的显现 你在外境当中 不管听到的声音 眼睛看到的也好 所有留在面前所显现的外境都不灭 然后熄灭 一切执著外境的分别念 虽然你显现一切外面的显现 但你不跟随它 也不执著它 也不去分别它 内在的明空清澈之觉性 灭尽一切执著习论 其实这个修行是很深的 也可以讲 薄弱最高的一种境界 中观里面最高的一种境界 也可以讲大圆满本来清净的 也是最高的一种修法 当你外面所有的分别念都消失 没有任何的执著 但是你自信的光明和自信的觉醒 根本没有灭 它的光明部分 中间无有身心所依 自然显现法见 那个时候你身体和心 所有的执著和外境都是不存在的 但是你这种光明不灭的显现 去年我们讲《大幻幻王光明藏论》的时候 也专门讲光明 光明跟空性 完全是不相同的 如果万法的本性 都是一个空性的话 那光明部分如来藏 都已经没办法了知了 为什么禅宗里面 经常讲明心见性 其实除了空性以外 还有一个心的本体 但是这种心的本体 并不是人们所讲的那样 它是一种石油的东西 或者是明清的东西 因此我们特别需要 显宗和密宗结合起来 才认识真正的心的本性 否则现在有些人讲 密宗的光明都一点都不去探索 只讲一些显宗的空性 从空性方面讲还可以 你就可以抉择 但是你的心的本体光明方面 缺少了一种窍诀 如果你没有的话 那说明你的窍诀是不完整的 因为心的本体即是显又是空 但是这种显空远离了一切思索 其实这种语言来说 很难表达的 只有用修行的境界的人 他通过一种安住 通过一种祈祷上师 反观自己内心的时候 哦 原来其实是这样的 如果懂得了这样的话 世间上多少多少人 每天都是忙碌 他们不懂这样的道理 而外面一直烦恼和痛苦 如果懂得了这样的话 那所有众生的心 和诸佛菩萨的心没有什么差别 会明白这样的法心 语如虚空般的明空觉醒 不可掩饰大智慧 最后你就像虚空一般 广阔无边的 那虚空只是空和广大的比喻 并不是说明的比喻 这个明的比喻 《大圆满信息修行》里面也讲了 虚空是不能表示的 明空觉醒 不可掩饰的大智慧 你用语言来没办法的 真正的这些境界不可掩饰 这一点可能不懂佛法 或者没有修行过的人就没办法 可能他经常爱说 我的心是如何如何如何 但是语言没办法表达 你的分别念也没办法表达 除了语言和分别念以外 还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来感受 就像哑巴吃汤一样 明白它的道理 你这样远离一切思议的执著当中 中观之正如心中 乃至安住之间一直柔定 一直能安住多长时间 不可思议的这种境界里面 也没有执著 也显现不灭 也不可思议 不可言说的 这样的一种境界当中 你要修证的话 有些是安住很长时间 有些刚刚安住完了 又产生一个分别念 这说明是没有好好修 其实这样的修行 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是很重要的 一直这样如定 后心一切显现都在如梦如幻当中 作回向 也可以不辞议因为您怎么说明这样的 智商会不会跟我们周围也不能在一个好阶段 听来 请用小周围的两个人来讲 是什么是因为梦如幻当中 也会没有权勿讯的 文章看起船 阅正在说明是针对 是大的 接ham的 就是 祂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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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